現在看到的情況就是 歐美體系和國內對貨幣政策的走向 好像都挺背遲的 歐美正在說加息 剛才也說到有人說加6、7次 內地其實就真的用行動來講出 它就接下來有機會去減息去刺激經濟 會不會引發一些資金重頭 或者重新關注內地 甚至是香港市場 其實我們最留意的 港股今年有沒有機會可以看好些 我想這個會是其中一個 可以憧憬的利好因素 如果在這一方面 其實去年應該已經 很多內地的專家 去年我們有一些合作的夥伴 其實他們去年已經在憧憬這件事 應該是大家市場在預期 內地和美國有一個會議的情況 就是內地 即美國就收稅了 但是內地自己有自己的一個經濟體系 反而是一個放水的一個操作 但是我想這一個就比較想去 穩住多個說要想去大幅拉性 因為這一期或者前陣 一些官方的語調 他們會想說是穩住多些 一路一路講一些口號式的其實都是 經濟都是要穩 他們不是想說要去大幅提振的 不過這一方面當然都是可以留意 是否可以有些金融股份呢 還有如果你說那個港股 那上年一路都在跟跌不跟升的情況 那今年就有機會是暗性在 因為已經是跌了很多了 那再去要去大跌很多那個就未必 不過現在來看 我覺得年初開始見到是有些氣息在那裡 但是明顯來講整個行指 都還在一個未完全可以扭轉到下降軌 那基本上你整個一百天線 就有一個直線在那裡卡住了 今天就見到指數的波動不是太大 但是我想新年前過年前 都未必有很多的大手的資金去保持住 因為內地很多時候他們還給我們早放假 基本上過年前已經不是太過動動著 過年前其實甚至他們都不是太過想做事 就是有些工作上可能很多東西 已經是開始已經減停了 是的 問白一點 其實見到內地可能有一個放水的情況 叫做昨天減那個MLF 其實內地的股市是都叫微升的 但是香港都繼續向下的 你覺得資金或者環球資金 比較看好內地的經濟體 港股是否能夠受惠呢? 我覺得會有些 因為去年真的比較跌得多 如果你說部署上去年跌了很多 都總不能夠一直跌下去 或者你可以衝進去會不會先橫行 會不會受惠呢? 其實現在一直都是有一些資金去買回來 即科技股其實都有資金去買回來 你說港股還是內地人? 港股 因為港股上年一個很大的問題 其實港股跑輸了A股 因為A股裡面沒有這些全部整改的板塊 或者是整改全部那些最封眼的板塊 即科網、豪島、內房 其實全部都在港股 這個就是港股一直走入的原因 因為這些公司其實不可以在國內嘗試 A股相對好一點就是一流去金融類 還有很多國家重點發展的那些項目 其實都在裡面 因為現在重點發展的一些工業 高科技高端工業類型 或者一些高端製造業類型 譬如電子或者新能源車的產業鏈 還有就是新能源的產業鏈 其實很大部份的公司都在A股 所以A股相對比港股有這方面的優勢 港股就變成在科網那邊 我想看炒波幅好過看大星 你想看大星一點、中長線一點 都有些其他不同的市場可以關注的 即是你覺得港股可以留意 但是你的策略都是說炒range會比較好 炒range比較好 其實我覺得是 是啊,好啊 我們就來看看 我們在下方不關注的 我們在下方不關注的 是在下方不關注的 不過再說